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青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 路不尽相互情未了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呀 海风雨坠不倒 青青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 路不尽相互情未了 无论春夏与秋冬 一样清脆一样好 一样清脆一样好 无论南北与湿透 但愿相随百中浪 但愿相随到风浪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呀 海风雨坠不倒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呀 海风雨坠不倒 青青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 路不尽 海角 路不尽 相思其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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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夜过少不尽呀 海风雨坠不倒 青青河边草 又有天不老 夜过少不尽呀 海风雨坠不倒 难道 离开 我还没睡啊 很晚的 屋里闷 我睡不着 出来纳凉 你呢 我也一样 出来纳凉的 你觉得闷 恐怕不是天气的缘故 我说是因为婆婆的反应 又让你烦恼起来 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对吗 真的非走不可吗 什么也留不住你吗 你一直说要去广州 那里究竟有多么好 使你这么想去 也不说那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我根本就不该在这儿了 说来说去 你就超会遇见我跟小草 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 遇见你们虽然是我脚步大乱 但那是我自愿的 当然 生气的时候 我也许埋怨自己 还多管闲事 但以你目前对我了解的程度 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后悔 我对你了解的程度 我只知道你出生一个良好的大家庭 可能像富家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还有你念了许多书 受过高等教育 然后你离家出走 好心长地帮助一个大女孩 跟一个小女孩 现在又为了帮助一个瞎婆婆 而留在这里 你瞧 我对你的了解 并不比任何人多啊 好吧 对于我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你问吧 我猜呢 我猜呢 你大约二十好几了 听你说过 你是家中独子 那么暗场里 你应该 你应该取亲成家了才对 可是看你的样子又不太像 我是还没成家 但是我父母已经给我定了亲了 那 那肯定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了 我父母是觉得她很好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的想法是 好女孩固人很多 像我大学同学里面就不少啊 至于结婚 那就不单单是人好而已 我想还需要一些别的 我也说不上来 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你的老大不小了 还不认真想一想吗 你的口感真像我娘 要是我爹 他就会这么讲 这个儿子啊 简直是个怪胎哦 你是怪吗 所以我才离家出走啊 不要到一个人家见怪不怪的地方去 那就是广州 有知之士呢 全都到那去了 新的国民政府也在去年成立了 我们要是再不团结再不奋斗的话 中国真要给那些军阀给斗垮了 虽说百无疑用事书生 但再不计也总还有点用处嘛 广州就好像快大刺铁 新我远离藏乌纳国的北京政府 远离那种安逸的大少爷生活 更摆脱那种按常理该怎么怎么的模式 我完全想好了耶 短程的计划呢 我要投入救国的行列 长程的计划呢 我预备要出国留学 我要改念政治 我相信大势所趋 这方面人才实在太迫切地需要了 不计划呢 真是的 我的自顾自的高谈阔论 也不管你是否听得懂还听不懂 没有关系 最少我听懂了一样 那就是认谁也抵挡不了你说的那块大字听 不认识 既然一心一意要走 为什么要为婆婆做手仗 为什么还要寻找萧草 为什么还要送玉簪给我 你应该什么都不要做 我们这些人的喜怒哀怒 你统统别怪别理会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极好心的人 可现在我求求你收回你的好心 因为他最后只会伤害我们 假如你肯用心地想一想 那么友情不如绝情吗 pokok 你快看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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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啊 大哥 你快看 你快看 快过去 快过去 一条小生命捡回来了 对啊 看他回过来 高兴死了 真好玩 我怎么就捉不到 这么好玩的白老鼠啊 你以后可以同他来玩 可以看他呀 好 好 你哥怎么没同你一块来啊 有啊 他跟青青在花园里 对啊 他们在为我的小白老鼠 编笼子呢 对 他大可以先来跟我打声招呼 再去编什么笼子也不迟嘛 糟糕了 你看一个不留神 竟然他吃起磨来了呀 啊 怎么 会不会毒死啊 不会不会 老爷告诉我 有一种磨好专门吃磨 来 给我 我的小白老鼠也能吃磨 他竟然也能吃磨 真奇怪 他吃了磨 你不担心 反而这么开心 好 你别紧张 我想是不碍事的 古兽啊 还有人在做文章之前呢 先磨他几生的墨汁 然后大喝一弯 既然几生都喝得了了 我想小白鼠啊 他再喝这么一点点 无所谓的 不过呢 他才刚刚复原 为了他好啊 我想他留在笼子里面 比较安全 走我们下去看笼子编好了 好 行 怎么你的手这么灵巧 我在你旁边瞧了半天 也瞧不明白 这一根根小竹签 到了你的手里 就变成这么灵巧可爱的 小竹笼子了 这没有什么嘛 在家乡的时候 我们常常边歇着 大大小小不同的篓子 螺框 做熟了嘛 我来 琴琴 放手 快放手嘛 我不想放 琴琴 求求你别动 我已经够紧张的了 你猜这么正常 我更是紧张的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是 你这也真是 那你就快放开我嘛 可 可 可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对你说 我 你 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手相嘛 挺好的 这 这一条线 弯弯迪迪的 想好流水似的 好 黎大哥 你会看手相啊 我来了 你什么时候会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瞎看 你也帮我看着手相吧 来 瞧瞧 看一下嘛 改天再看吧 怎么了 男左女右对不对 来 看左手 不是 你看一下嘛 他生命见我晓得了 这个呢 这个你瞧一下嘛 改天再看 这什么 你的小白鼠呢 放到屋里去了 那给你一遍 我瞧一块编好了嘛 我们现在这儿等着吧 好啊 我也来帮忙 看我吧 看我你看着都看你 你们可真是一条实了 早不来不不来 我刚刚对清清说几句 心里话的时候 你们就来 刚才王恩师 你帮我治开两脚 你没明白我意思了 老爷 老爷 不能两篮 休堂出尸了 老爷 老爷 不得了了 休堂出尸了 老爷 不得了了 我们快去抢成怎么回事 我们快去抢成怎么回事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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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個吳葵 是啊 他帶了一幫人大模大樣 賴在秀塘裡不走 還指明要您出面呢 這吳葵是什麼人哪 什麼人 地痞流氓無賴混混罷了 成天的無所事事 盡靠威脅恨敲詐商家過日 他們前前後後 已經來騷擾個三次了 我根本不屑地那種人 從來不給他好顏色探 看來今兒哥是軟得不行來硬的 怎麼不報告警察廳呢 怎麼沒報過那些個警察大員們 總是跟你打關槍 說是說會辦 可是那幫流氓總是隱魂不散 正廷啊 我看你還是花幾個錢 把他們給打發了吧 不行 我為什麼應該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 平白地送給一個無賴呢 再說 又怎麼填滿一個無底洞 此利絕不可開 有了一次就沒完美了 可是人家帶了幫手呀 咱們的秀工全都是姑娘家 一個人怎麼去硬碰硬呢 這真的使不得的 你們女人家就別管這事了 我自會應付 找你快備車 是 我看我還是陪她去比較頭當的 不 你別去啊 可是我很擔心啊 她這麼氣沖沖地跑出去 萬一一下子跟人家衝突起來 那怎麼辦呢 那要是真打起來了怎麼辦 你又根本不會打架呀 我 裴大哥 你陪我大哥一起去 幫幫老爺好不好 沒問題 都在我 哥哥說說 得了嗎你 你國乖乖地待在這兒 我看這樣吧 對方人多勢重 準是因為不得手就動手 要想制住他們 就得找幫手 我馬上到我家茶場去 帶一幫人趕過去 好 就這麼拜 我先走一步了 好 小心啊 千萬要小心啊 好 我知道了 侯母您放心吧 有我在我保他們沒事 我跟你去 清清 沒事啊 有我在啊 查了 通通地查了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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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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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快住手 快住手 快快我們去 快快住手呀 別怕他們 你們要怎樣 好歹等父老爺來了再說 這兒又沒人得罪你們 幹嘛動粗呢 這批刺孝 是我們辛辛苦苦趕了十幾天 就要完成的 玉孝你們一下子給破壞了 我們白猛倒在其次 可是答應人家的貨 到時候交不出去 該怎麼辦呢 早站出來不是結了嗎 我看到你骨頭現在都酥了 還動什麼粗呢 小鈴兒 別看這玩意兒 修這傻玩意兒 傷了你的小手 累了你的大眼睛 都划不來呀 跟著大爺我想過去 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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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不會 你太過分了 誰叫你讓大爺等得不來閥了 沒把你的秀給你了拆了 我都對你客氣了 你吵廢話 朱老頭 我告訴你 上次給了你幾次機會 吃你不上刀 禁酒不吃吃罰酒 你瞧 這塊陣仗 我不含糊你 沒有三百塊錢 咱們就耗上了 看誰耗得顧誰 休想 你要錢 資格想法子去掙 又不是四肢不全 你有工夫到處晃蕩 有力氣這麼大事破壞 卻不肯腳踏實地地去工作 竟想著不勞而獲 我絕不顧惜你這種人 你是什麼呀 趕來救救我 朱老爺 伯父 朱老爺 你敢碰他 放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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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太羞張了吧 我一叫人多 就給重新辦了 我告訴你們 我們沒有人 馬上就到了 你們這尾車還來得及 你胡誰呀 放火腿 放火腿 老頭 混蛋 放火腿 老頭 老爺 老爺 你沒事吧 裡邊有個三小入鼠 鬧肚致雞的家伙 叫吴葵的嗎 很剩意 你告訴他 別緊躲在裡邊撿軟的雞 有種的就給我滾出來 你 走 出去叫他小的好快 快 快點 放火腿 別跑 這狗被打的你叫我爺爺不好 趕 趕 大哥 這尚不得呀 對方舍裡有傢伙 上去免得打一個 我們何必來得到這兒 混蛋 叫一聲 你,你別跑 殺 上 殺 老鬼 老闆,快跑 爹打 老闆,快跑 你老闆,快跑 跑 起来 走, 走, 走 公仔 公仔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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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有沒有失虧 還好 臉上沒掛彩 不過肚臟挨了一拳 肚子 你可不可我 你怎麼可以打他的肚子 怎麼可以 你 好了好了 剛才聽我們這個人摔了一招 現在不懂你摔了怎麼成 好 好 好 阿寬 行了 行了 不行 不能這麼簡單就放過他 沒法子 人家心疼他哥哥挨了他 非跟你算賬不可 那只好算一算了 給我 我打 讓他 打 你 你 這樣有沒有大侍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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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不要把這幫傢伙送警察聽去 別別別別 復老爺 小弟五女和蔡也不敢了 我被傷眼中 吃力服口膽 老五嘴邊發揚 我 我幹死 我不是人 我 混蛋 復老爺 你高山歸手 讓我過去吧 老總統 好了好了 不要瞞嘴胡言亂語的 我就再給你一次機會 以後 不要欺善怕惡 要真正好好的做人 哎 是 是 是 下回要是再撞到我手裡 就是不關不活的事 我也饒不了你 滾 是 是 幹得好 幹得好 你們先回去吧 是 是 走 大家走 謝謝你啊 要不是你調人手 來幫我解圍 這場麻煩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排解 哪大話呀 傅伯伯 這還不是應該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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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犯老毛病 我知道該怎麼辦 阿昆 你快到前面大水溝裡 抓到馬黃來 快帶我這裡去 趕快趕快 怎麼辦呢 這太熱了 老家你們抬了他 跟我到休息室去 好 一 二 不要 快把他的衣袖填起來 等一下 你 你要讓馬黃吸他的血啊 對啊 對啊 你別擔心 我爺爺有一回 幫我爺爺這麼治過 我在旁邊親眼橋墊的 你爺說 要放點血出來才好 不然可危險了 放發雖土 可是很有效的 沒錯 讓他弄 讓他弄 好 好 阿昆 你快去請大夫 好 阿昆 對 對 來 接下來怎麼辦呢 不怎麼辦呢 我別吵他 在那安靜的歇會兒 好 馬黃吸飽了血 亂會掉地上去的 到時候 大夫也來了 想起來了 你是活菩薩吧 出去上吧 快 好了 你們總算是把我給認出來了 我可是一眼就認出你們了 因為 你們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彼此彼此 因為當時你是觀音的扮相 和現在完全的不同 所以剛才我只是猛然覺得你好眼熟 但也沒有工夫仔細去想 對呀 我也是 沒想到我們又再見面了 真是太好了 嗯 我說嘛 上回住人 這回又救人 活菩薩 就是活菩薩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千萬不要隨便拿菩薩開玩笑 這是不恭敬的 我剛才就想對你說了 是 是 我不開玩笑了 不開玩笑了 好了 我們也該認識認識了吧 我的名字叫石榴 你們呢 我叫裴少卿 就是少文的哥哥 我叫何世偉 我叫清清 他們兩個是兄妹 一對好兄的兄妹 三個月前呢 打北方來的 原來是帶小草 到傅甲莊去尋親的 哦 我知道了 原來 你就是那位假少爺 你就是那位咱嚨天 你不是這個人嗎 我叫你一對好兄妹 到你來呀 知道了 原來 你就是那位賈少爺 請你お止め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生气啊 我们早听说你的事了 知道傅家庄又多了一位少爷 大家也常常谈论你 你 你三个字是随口说说 并没有恶意的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好吗 没关系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是一位假少爷 我越想越有意思 闹了半天呢 原来大家都是自己 可偏偏要动了好大一个圈子 要是反过来动呢 让我们先认识了你 那我们就用不着这么辛苦的去找那两个小家伙儿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说的也是 哎 对了 小嫂跟少文好吗 说真的 我心里常惦着他们呢 谢谢你 他们要是知道原来你就在绣场工作 肯定要吵着来看你的 哎呀 那太好了 我也很想见他们 下回一定带他们来好不好 嗯 没有问题 哎 他们回来了 回来了 快去看看 啊 月亮 哎呀 你怎么能成这样子 是说方法还是咋的啊 别急别急 没事的啦 郑晴怎么了 月亮 月亮 你跑哪儿去 你这么管我 郑晴怎么样了 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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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晴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了 你别给笑着了 他刚才绣场身体有些不对劲 你现在不碍事了 是啊是啊 我们已经请大夫给他瞧过了 嗯 真的不碍事了 就是得好好地静养几天 快 太太 您放心 这药我已经抓回来了 我这就到厨房 叫他们把它熬出来就是了 快 快去 快去啊 你别慌 别急 呐 感觉到了吗 他能站 能走 不是你想得那么严重 对不对 郑晴 你真的不要紧吧 跟我说话呀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我需要躺下歇诊 快 快扶我回房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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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老爷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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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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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 这回 我总算握住你了 这些年来 每当我对你有所表示 你不是躲开 又是避开 从来不肯真正地面对我 今天 你终于没有办法 身藏不漏了是吗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来看看你是我的职责所在呀 我 我必须留意丫头们有没有伺候周到 不然 不然什么 不然怎样 你 你放了我吧 让我走 我要回到太太身边去了 你不要又把她抬出来 你不能永远躲到她的身后 我要你站出来 你明明知道 我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切 是 我知道 可我就怕你说出来呀 想到你 我新婚不久变成了瓜 一个人不知何去何从 却来投靠太太的眼方表情 太太二话不说便收留了我 如果不是她慈悲心肠 我今天还不知流落何方 更不知爱能不能存活在这世上 你要保恩 便不惜我要你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老爷 三七四妾不足为己 哪怕你把丫头收留房 或是另外再去 太太都可以接受 只有我你碰不得 这你也是心知肚明的呀 谁说我心知肚明 我不明白 我什么都不明白 你若是不明白 何止一苦苦压抑这许多年 年复一年的过去 太太太越来越少不了我 在她心中 我对于她的威胁与日俱择 她感觉到 我一寸一寸地瓜分了你对她的爱 她已经失去了儿子 师明又剥夺了她生活中接盼的能力 那还剩下什么呢 所以 所以你忘了不能开口要我呀 只要不开口 总是她对自己的心心未如雷乱 但终究不会崩塌下来 彻底粉碎呀 那你怎么办 我又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我又怎么办 再来 你怎么办 再来 放她 心imy 再,这故事 很有才华 快逃 开口 快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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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